猫 抱 诺诺是最马大哈的一个 奶生奶气的撒娇 迟恩恩把他抱了起来 发现他种了不少 再一看他的脸颊 又恢复了肉嘟嘟的模样 不像是前段时间 哭个不停 人也哭瘦了 护管家 诺诺他 啊 希泽少爷说 小小姐的身体已经好多了 这几天也没有那么黏 希泽少爷了 只是啊 还是很喜欢 希泽少爷就是了 希泽烈 痴恩恩这才想起来 自从他来了W国 希泽烈那一边 就一直没有消息传过来 也没有人告诉他 希泽烈到底怎么样了 有没有醒 身体恢复得如何了 他醒了吗 丽北绝胸口 骤然一闷 一种不爽的感觉 油然而生 该死的 痴恩恩当他是死人吗 居然当着他的面 关心别的男人 不过 他知道 希泽烈 是为了痴恩恩 才住院的 所以 他虽然心里 不爽到了极点 还是控制了下来 霍毅偷偷地 朝着他这边 看了一眼 硬着头皮回答 希泽少爷 在痴小姐和绝夜 离开替国的第二天 就醒了 昨天出了院 应该是有事情 昨天就离开了替国 但是具体不知道 希泽少爷去了哪里 痴恩恩放下心来了 醒了就好 对希泽烈 他很愧疚 当时的情况 他应该是等着 希泽烈醒了再说 可是他确实不放心 丽北绝 一个人会搭不留国 所以在医生那里 再三确认 他的身体 没什么大碍之后 给他的人 留了下话 走掉了 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欠了 希泽烈一个 天大的人情 丽北绝 已经忍耐到了极点了 见他还在 想着别的男人 终于忍无可忍地 低吼了一声 痴恩恩 他不说话 他是不是 真的就当他不存在了 关心也要有一个度嘛 再说了 希泽烈死不了 他就知道他的性格 所以早就在医院里 留了人 希泽烈醒的第一时间 他就得到了消息 连人是什么时候出院的 他都一清二楚 只是一直没有跟他说而已 他回了希泽家 应该是家里有事 他人好得很 不需要你操心 他面色不善地 又加了一句 至于那一份人情 你不用往自己的头上安 算在我身上 我跟他说了 以后有需要 可以随时找我还人情 所以 以后不准再想了 是一次 无论是一开始的韩启丰 还是现在的希泽烈 果然 人的第一印象很重要 他从第一眼看到 这个男人开始 就不喜欢 事实证明 他不喜欢是正确的 你没有欠他什么 是我欠了 霸道又强势 吃恩恩哭笑不得 人情这种东西 居然还有代替环的说法呢 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 不过 丽北爵的意思他知道 他分得清楚感激和喜欢的区别 我知道了 吃恩恩摸了一下 诺诺的小脸颊 看向了旁边的池宝贝 宝贝啊 累不累 要不要吃点东西 好啊 池景晨马上加了一句 我还要你陪我看电视 好 就看你和诺诺最喜欢的动画片 吃恩恩抱一个牵一个 笑着邀请还沉着脸的男人 丽北爵 我们一起看吧 W国其乐融融 临时的持甲却是一团糟 持建国不敢相信地 望着电脑上的股市行情 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不可能 怎么可能啊 是我看错了 一定是我看错了 他颤抖着手 握着鼠标不停地抖动着移动 一双眼睛鼓得大大的 赤红地盯着电脑屏幕 仿佛能够把屏幕 蹬出一个花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手 抖得太厉害的缘故 鼠标只是乱晃个不停 就是不听使唤 不可能 不可能 就在他喃喃地念个不停的时候 书房的门从外面打开了 顾桥梅端着一杯咖啡 朝着他走了过来 我给你泡了一杯咖啡 你不要太累了 绝对不可能 持建国就跟没有听到一样 嘴巴里还在说着不可能之类的话 顾桥梅看着他脸色不正常 愣了一下 放下咖啡的同时 走到他的身后去 当看到电脑上显示的股票 往下跌落的线条 他脑子嗡的一声响 怎么会呢 昨天持建国不是还在说 这一只股票会往上涨吗 为了翻身 他们可是把全部的钱都投了进去 还问他哥哥接了几百万 不可能 怎么可能会变成这样 持建国压根就没有注意到他 或者说 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股票上 刺激太大 根本就没有发现顾桥梅进来了 顾桥梅脑子一瞬间温明之后 短暂地冷静了下来 还抱着一线希望地问 建国 这不是你说的那只股票吧 我们没有买这只股票是吧 持建国就像是美梦一下子 被人给打破了 面目一下子猙獰起来 猛地回过头 买了 他豁然站起身 像是找到了发泄的出口 怒不可遏的 就是一个耳光 甩在了顾桥梅的脸上 都是你 都怪你 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念 怎么会娶了你 早知道 我就该 顾桥梅猝不及防地 被甩了一耳光 整个人被打得一晃 下意识地捂住了脸 再一听持建国说的诛心的话 维持不住贵妇应该有的仪态了 就跟个泼妇一样 给她吵了回去 早知道 你就该娶陵墓是吗 顾桥梅抢了她的话 堵得持建国一个正着 她冷笑了一声 讥讽地道 你不要做梦了 陵墓已经死了 你干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还有 就算是陵墓没有死 你当初娶的人还是我 你以为你持建国 是个什么样子的男人 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你就是一个为了钱 可以不择手段的人 所以你永远都不可能放弃我 选择当初的陵墓 不对 我说错了 你根本就没有选择 我当时本来想要和你离婚 是你骗了我 还死皮赖脸地拉着我 干了不应该干的事情 不然我早就跟你离婚了 林墓也不会选择你 林墓在发现你又老婆的时候 就找你说清楚了 人家没打算跟你 只是想要安安静静地 生下自己的孩子 全部都是持建国骗了她 骗她 林墓是一个小三 是林墓勾引了她 还心急深地怀孕了 用孩子威胁她离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